阿仁雅雄ล子 前一天 大家好 我想藉這個機會讓 比較小的事 我想藉這個機會讓大家 去思考一些問題 希望可以帶一些東西回家 那標題是 因為我會緊張 所以我想做個PTC來呈現 那我的標題是 拉近現實夢想劇 現實就像一隻老鼠 一直渴望得到一個類似的夢想 那你想要怎麼做 你想要怎麼 或者這個夢想 有時候我們常會因為現實 沒辦法去 大家可能周圍的朋友都會跟你說 不用去做夢啦 好好努力工作 找個好學校翻檢 這樣就可以過一生了 可是我覺得我不想要這樣做 我覺得想要看喔 你自己每天這樣上大學之後 找個好工作 一直工作到退休 那退休完呢 可能躺在地上上 這樣就過一生了 這是你想要怎麼做 告訴我 我不想要怎麼做 那我就是有看到一本書 叫《幻想行動領導者》 它裡面有講到一句話 世界上最遠行動的事 就是在歷史之前 發現自己白白浪費上天是你的最大禮物 那這個禮物是什麼 就是向這個世界展現自己有多麼 中立威法的機會 你能夠帶給這世界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這是 你去世之後你可以留下來的遺產 可以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幫助 那所以我們雖然說 熱氣現實真的很重要 就像這隻老鼠 每天在群圈裡面跑 就像我們的生活 你可能起床上班 上班 誒 不好意思 起床之後為了做什麼工作 那工作為的是什麼 為了生活嗎 我統一用一個附罰書裡面講的附帳單 為了起床工作附帳單 每天這樣的生活是你對你的嗎 我覺得需要透過一個方式 跳出這個數字圈 然後幫你想要做我們共享 所以在了解現實的時候 我在大學的時候接觸到財商 我了解到什麼是資本主義下該做的事情 那我看過這些數字我大學的時候看 那我了解到說 今天我們會做兩個方式 第一個是經濟的歷史 經濟的歷史 那還有個人的角度去詮釋這個 這邊 這邊是從經濟的歷史方線 這是之前的方便 2008年的時候金融大海消是怎麼發生的 那還有現在最近的議題是那個 健保、老保還有退休金的問題 是為什麼產生的 那我先從2008年的金融大海消開始講 那在1903年的時候 米龍沃克菲勒 那他成立了一個國民教育委員會 那他改變了教育 讓教育少了一點東西 讓更多人只能透過學校 然後這個教育的機制 然後去完成更多人不能做的事 那美國成立聯準會 然後廢除金本 1971年 你看這總統廢址進門位置 導致通膨 所以發了這個 金融危機 那第二個是講到個人的部分 這書裡面講的ESBI四個向線 那我們到底處在哪一個向線呢 我用一個醫生的地址來解釋這個圖片好了 那一就是部員 醫生在一家醫院工作 那就是他只能領整份薪水 那S叫做自由職業者 醫生開一家徵所 那這家徵所 帶給他賺錢 那可是他不工作的時候 卻不能賺錢 那B叫做企業家 擁有這個系統 那可是你不用工作 你還可以賺錢 那叫做統治者 這個醫生有了賺錢之後 帶去投資其他東西 那這是資本主義下的規則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 經過資本主義的時候 然後去跳脫 找到自己想要的夢想 所以我講到這張圖是 你想要改變 那你有夢想 那你要怎麼做 我覺得圖圖很 要先思考之後 然後再 一定要去圖圖去做 才有辦法得到你想要的 那 所以我在想說 能不能透過一個方式 那繼續一起有夢想的 去創造更大 對社會更有幫助的機會 那 那我們講到 我們想要做的三個 思考到三個方向 第一個是通路 第二個是健康 健康是叫做健康的冷測 第三個叫做科技的運用 那通路 像從來有通路商 這樣子做 我們可能消費者 透過程程的那個剝削 可能可能得到 沒有一個機會可以發生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 一群有價值觀好的 能夠去對抗這些 欸 這是 成為一個通路平台 然後就可以跟製造商有所 就是 抗衡 那我們想 的做法是 這個 嗯 最近一天看到這個 英國合作社集團 他是利用 全球合作社 最大的合作社之一 他用這種 這種方式 幫助更多的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想說我們既然可以這麼做 那 是不是可以 我們也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所以我們透過 那 我在看到那個Steven Covey的書的時候 有講到 我想不放這首影片 那 要怎麼得到自己想要渴望的 怎麼得到自己的夢想 我們想法跟別人不一樣 不是說 創立一個產品 可是我們希望是透過解決人 該有 擁有正確的價值觀 那 那這個價值觀 然後去幫助更多的人 那這 這個Steven Covey 在裡面出講到 滿足人對施大的天賦 自覺良知 獨立意識 和創造力 然後去滿足施大需求 愛生我學習 影響力 就身心理社交的部分 那 那 社會可以更好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那更能瞭解什麼是健康的人生 就是身心理社交都能夠圓滿 都能夠 幫助到更多的人這樣 這是我從書裡面 學到的一些東西 那 那 那最後是那個科技 因為 想要做這樣的平台 那 我覺得現在科技很重要 那 假如就是 一個消費者的人去平台 那裡面有很多夢想的人 要怎麼結合這些人 第一個方式 就是假如有一個人想要 創業 那可是他有一個很好的idea 他可以寫好他的創業的企劃 那 透過科技的方式 只要透過email 發信給這邊的人 裡面可以找到他想要找的夥伴 那 另外呢 也可以找到想要投資的投資人 解決他經濟的問題 解決他要投資這個 而且每個人不需要 付太大的投資成分 就是 透過那個 那也可以利用這個平台 那 那 就可能像廢核啊 或是什麼議題 7-71那個上桌下架世界通路事件 你只要發一封信給這些人 讓這些人你可以取其 就直接 不用說還要 就是透過工具的方式 因為工具的改變 那我們可以衝到 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 那 所以我想要 給大家帶去思考的是 一個 古羅馬家 他 一個古羅馬的哲學家 他叫賽內家 他曾經講一句話 不是因為我們 不想做 嗯 這件事情困難 欸 不好意思 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困難 所以我們沒辦法做 而是因為 我們不敢去做 所以這些事情不困難 那就是由我 以上的分享 那謝謝焦點 還有大家 謝謝 謝謝